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上一次那个盘了 这个盘呢是进水的 然后呢我给这位老哥呢报了一个斑板的风险 可能呢会搬坏这个板子啊 因为他这里呢都是灌黑胶的这个颗粒里面 但是风险呢已经报过去了 这位老哥呢表示承认接受这个风险 然后呢板子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板子呢是包好的 盘呢也是ok的 不过呢他是128g的 但是板型呢肯定是通用的 这两个板型 因为我刚才已经认真了研究了一下 但是因为现在呢天气比较冷啊 这个胶呢又比较硬 而且还很厚 这个又黑又硬的胶呢 我也不太想办了 但是这位老哥呢竟然都说了 让我去搞 如果我一点都不搞呢 那就对不起这位老哥了 所以呢我还是决定要装模作样的 给他随便搞一下才可以 今天呢我们来煮一锅汤 锅呢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煮菜呢就是这个硬盘 但是呢在煮之前呢我还是要给他准备消毒一下 消毒呢当然是要用酒精 毒呢我已经消完了 接下来呢放进锅里面 然后呢给他加入汤底 汤底我这边已经加好了 然后呢开始煮 煮多久呢煮到时候为止 好就放在这里 这个盘呢我已经煮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是呢打捞上来后呢发现好像变得更新了 而且这个主控呢都在发亮的 而且这个主控呢都在发亮的 但是呢我插了电脑试一下 他还是不识别的 那肯定是不可能识别的嘛 因为这个主控呢他本身就短路了 但是呢主都主了 这里呢应该也有点软化了 如果就这样直接退盘呢可能不太好啊 因为这个盘呢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根本就没修过 这样的话这位老哥肯定会怀疑我 是根本就没有给他看过这样子 所以呢还是来给他装模作样的干一下好了 这边呢先给他打个标记 啊这样就差不多了 首先呢我们来给他加点油啊 因为他这个盘呢看起来太新了 这样寄回去呢肯定会以为我根本就没有修过啊 加点油呢看起来呢就会像修过一样 这样呢这位老哥应该就会容易接受一点 我发现这个盘吹起来的时候呢好香啊 好像是那种红枣的味道 这位老哥呢该不会是把那个茶倒在这里了吧 颗粒呢我已经轻松干下来了 但是呢我发现呢 这个水呢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都发黑了 这个肯定不是黑胶啊 黑胶呢是只有旁边这一些 我们来刮一下他还可以刮出来的 这个肯定是一些糖浆 然后进到里面就凝结了 就在这个颗粒中间信号传输的这一部分 颗粒呢我已经轻松干下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他植个球 这边呢我花了一点时间已经把这个颗粒的球全部给他植上去了 但是呢这个一号的颗粒就是这一颗 他后面的腐蚀呢比较严重 刚才拆的时候 所以呢我要拿测试架给他测试一下这个颗粒ID能不能识别到 这个颗粒呢我已经装到这个测试架上了 接下来呢我要来看一下这个ID能不能识别的到 这边呢我已经连上去了 打开看一下 好的轻松识别 因为这边呢我装了两颗啊 所以是有两个ID的 因为他这个是有锁的这个颗粒 所以呢我这边呢看不全只能看到第一组 颗粒呢我已经全部测试了 它的ID呢是全部可以认到的 但是呢这个板子上面的胶呢 我还没有去掉直接干上去呢可能会有点鼓啊那样呢并不好看 所以呢我先来把这个板子给他全部给他清洁一遍 主控板这边呢我已经给他刮干净了看起来呢并没有掉点了还挺完美的 接下来呢我要把这个颗粒给他干回去试一下 这边的颗粒呢我又把它给干上去了但是呢干都干上去了我们还是要按照基本法把它连接电脑来试一下 现在呢我们来接一下这个盘 现在呢盘已经连接上了可以看到还是一个无媒体的状态啊轻松还原故障 有的网友可能会问我你不是有那个料板吗直接搬个板不就可以了吗 料板呢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并且呢我已经把它偷偷的替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现在贴的呢还是我圆盘上的这一个颗粒 我已经把它还原回到我的这个硬盘上面了 接下来呢我来检测一下我这个硬盘怎么样 直接连接 可以看到我的盘呢又识别到了 所以说呢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板子的问题啊 应该就是他这个颗粒出问题了 就是这个盘的颗粒可能已经挂掉了 有的网友呢可能还有其他疑问啊 这个颗粒你刚才不是上测试价测试过了吗 为什么还是读不出来呢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闪迪的颗粒呢 它这个64G的应该是有四个CE的 但是呢它只识别了一个CE 因为闪迪的这个盘的颗粒呢 它是带索加密过的 里面呢是通过信号识别骗选来 给它进行一个识别主控识别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CE 但是呢其他三个CE它正不正常呢 这里呢我是看不到的 只有这个主控它自己知道 由此看来呢 斑板呢并不是万能的 本来以为呢想轻松装逼一下的 但是呢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所以说这次是直接真的翻车了